一套你需要多少的勇敢 台灣最活偶像劇 我和我的17歲 本週何浩義還是溫柔猛共 想融化愛麗絲這座冰山 你為什麼要嘲笑在我面前啊 一輩子只要看到你 你這邊好痛啊 有人說最浪漫的告白就是陪伴 何浩義行動表示對愛麗絲的關懷 似乎真的慢慢打動她的心了 有人在擔心我 有人在等待我 何浩義 我可以把你當成 從百分之五十的消失機率中 努力醒來的理由嗎 而後菜鳥的燦爛時代 凱凱何瑜她持續冷戰中 讓在旁邊想愛卻不能前進的愛下 終於忍不住 告白之外還順便開導了紀文凱 喜歡一個人 就應該清楚的讓對方知道 就算被拒絕了 也至少表達了自己的心意 才不會有遺憾 但是你也該跟喜歡的對象敞開心胸了吧 什麼意思 我問你 子余送我這個法權代表她喜歡我嗎 我帶著她送的法權代表我喜歡她嗎 前面那個問題答案淺而易靜 後面那個問題就要問你自己了 什麼 你明知道我想要問什麼 她故意一直不回答我 人家語堂都拉下臉 想要搞清楚關係了 凱凱怎麼就是不聽 再這樣下去 你的情敵王子面又要黏上去了 從第一次 我在祕書聯姻會見到你的時候 我的直覺就告訴我 我喜歡你 對不起 她必須告訴我 你到底在幹嘛 什麼叫做我必須跟你走 志文康你不要太過分 終於到了1989一念間 這集真的太黑暗太沉重 小編看完之後 心情整個蕩到谷底 心情整個蕩 心情整個蕩都拉下臉 妳怎麼啦 心情整個蕩都拉下臉 心情整個蕩都拉下臉 我恨 快 你怎麼了 我恨 你快點 我小球 小球 小圈 小圈 回家 送我回家 小圈 李靜晴真的是时尚最大玻璃性 怎麼一受到打擊就又開始自暴自棄了啦 反觀另一面 蓁蓁跟陳徹終於公開戀情 也獲得爭霸爭媽的認可 但現在雅娟精神狀況面臨崩潰 齁呦真的開心不起來啦